可是我們在這些媒體裡面 我們看到了很讓我們擔心的一個問題 我曾經在一個媒體裡面看到一個節目 他就是一個政府官員 他跟所有的下屬 大家就商量說以後我們的升遷用孝道來考核 誰比較孝順呢我們就升哪一個 有沒有人有意見呢 沒有人敢有意見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敢說自己不孝 沒有人敢反對 可見得大家對孝道怎麼樣 還是認同的 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不孝 然後還怎麼樣還覺得很光榮 沒有 所以沒有人敢反對 那就通過了 可是後來這件事情被搬到電視裡面去 怎麼樣討論 還請來了 學術界的孝道的專家 來討論這件事情 孝道專家研究孝道的專家 結果這個孝道專家就講 他說 孝不孝順那叫私德 升不升遷那叫功德 功德跟私德不能混為一談 這是我們所認識的專家 就竟然他講說功德跟私德不能混為一談 各位朋友 看到了這個節目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 啟發 給我們的啟發是中國文化不是研究出來的 是例行出來的 地止規不是背出來的啦 是做出來的 就我們只是去研究 那叫什麼 那叫儒學 事實上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學儒才對 要學儒啊 要學孔老夫子啊 不是把孔老夫子的話拿來寫很多論文啊 那個有沒有解決人的問題 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人的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企業的老闆 到家裡面去考察 有沒有三代同堂 來作為他升遷的 一個標準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跟誰學的 跟中國古人學的 舉孝蓮啊 是這樣的一個心境啊 再來呢 這個人要升到經理的時候呢 老闆還要到他家去一次 還是去吃飯 可是這次看的不一樣 看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上次考察 有三代同堂很好 這次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呢 他的另一半 能不能煮 一桌好菜 當然啦 不是只看那一桌菜啦 還要到他家看有沒有很乾淨 家裡有沒有打理的 一成不染 看小孩有沒有教育的很好 很多人就講呢 那是人家家裡的事 跟在企業裡面 工作 表現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呢 我們忽略了一個事情 各位朋友 兩軍在對戰 兩軍在打仗 除了武器 除了部隊的這個 紀律之外 最重要打的是什麼 打的是後勤補給 大家能了解嗎 一個男人在外面打拼 誰是他的後勤補給部隊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雙什麼 都有一雙非常成功的手啊 這個告訴我們女性的什麼 價值啊 對啊當一個婦女要是看到了這個價值 她會不會去計較價格的問題 可能很多人 不太能夠理解這樣的價值 我看大家的眼神很木納 因為呢 中國文化 中國 的經典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歸捆乃圣賢所出之地 母教乃天下太平之源 歸捆是什麼意思 就是 婦女的 房間啊 歸捆是圣賢所出之地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婦女的房間可以孕育出什麼 聖人耶 而一個 國家 有出一位聖人 這個國家怎麼樣 天下太平 對啊 母教是 天下太平的根源耶 各位朋友 這個價值 有誰能夠比得上 所以我常常呢 做一個比喻 因為在大陸呢 很多人就講呢 女性頂半邊天 對不對 對啊 因為男人 女人一半嘛 所以呢 男人頂一半的天 女人也要頂一半的天喔 可是呢 我告訴大家事實的真相 今天告訴大家事實的真相 女人不只頂半邊天啊 女人頂十分之九的天耶 為什麼 因為母教是天下太平之源 男人頂的天 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耶 這才叫事實的真相 從這裡看到女性的價值 就我們不敢忽略啊 今天不敢忽略這樣的一個價值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講到三重是德 很多人批評了 這個三重真的叫做 很多人講到封建迷信有沒有 各位朋友 我們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注意 很可能我們已經 在誤導別人了 因為弟子規講 見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從 什麼是封建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封建 然後我們就把封建的帽子扣上去 這樣會被笑喔 封建呢 不是用來罵人的話 是一種制度 那麼什麼是三重 未嫁重 婦啊 計嫁重夫 夫屎重職 所以女人很沒有地位 女人呢 都被呢 壓下去 各位朋友 我們對於這一些 文言文啊 我們現在確實 領受力都很差 什麼叫蟲 蟲是 跟蟲嗎 是服蟲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看看以前的皇帝 下了朝之後 走到後宮看到母后 還要跪下來請安 哪有 母親去 從兒子的道理 那個絕對是講不通的嘛 可是我們現在都用這樣子 心境來領會這句話 什麼叫蟲 各位女性朋友 什麼叫蟲 蟲 大家有沒有看過電影 有沒有看過戲劇 有看過戲劇 大家就知道這個概念 那個 在 在戲台前面 在唱戲的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看得到 而且掌聲都是給這些人 可是我們問 如果沒有幕後的 導演 如果沒有幕後的這些編劇 工作人員 這些人能夠唱得起戲嗎 唱不了啊 唱不了啊 你看那個電影到最後 所列的那些人都是什麼 導演是誰啊 編劇是誰 有沒有 那些人有沒有露臉 那些人是不露臉的啦 從來不露臉的啊 各位朋友 這就是蟲的概念 就是 婦女把掌聲留給誰 留給男人啊 留給自己的丈夫啊 留給自己的兒子啊 這叫蟲啊 就是說 婦女的偉大在於 她不要這個名啊 她不要這個掌聲啊 這個是中國婦女的偉大 就是她連名字都不要 所以呢 中國婦女就什麼 張氏李氏 有沒有 她連名字都不要啊 你看我們中國的婦女 入道很容易喔 因為她無我嘛 她很容易入道耶 但是我們現在對這些價值都已經怎麼樣 我們已經不再提倡這些價值了 我們只是為了一點點的價格有沒有 然後呢 把我們身為 婦女 這麼樣認重而道遠的價值怎麼樣 怎麼樣 輕易的就丟掉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真的面臨了價值危機 真的叫價值危機 就我們自己呢 就我們自己呢 很望智菲薄 我們認為我們就值那麼一點點 其實呢 那損失太大了 這個 張子裡面有一個故事 他講到呢 有一天呢 就是 韓國跟這個衛國之間打仗啊 打得很厲害 為了爭什麼呢 爭幾片土地 然後打仗打得很厲害 雪流成河 然後死的人呢 浮屍遍野 大家打煩了啦 結果呢 就有一個說客呢 就去找 這個 就去找這個 韓昭侯 去 等於說呢 讓他呢 停止戰爭 這個說客叫紫華子 紫華子去找這個 昭西侯的時候呢 就跟他講 他說呢今天呢在這裡 有一個蒙約 一個蒙約 你呢右手拿起這個蒙約 你可以得到世界 你可以得到天下 可是 你的左手必須要切斷 要把你的左手剁掉 如果你是左手拿起這個蒙約你也可以得到天下可是要把你的右手剁掉 你幹不幹 他說呢我不能因為要天下而不要我的雙手 我才不幹 我這雙手很好用啊 我不能因為要天下而不要雙手 結果呢 這個紫華子就告訴他說呢 你的雙手 你的身體 比天下重要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一個人 他有 一億的資產好了 十億好了 一百億好了 結果呢 他今天得到一種病 跟他講呢 這個藥只有這個藥可以醫 我要你所有的財產 很多人是怎麼樣 會同意 因為太難過了 疾病折磨太難過 他說你的 兩個手臂 比天下還要重要 對 但是呢 天下 跟幾個誠實來比 哪一個重要 當然是天下重要 當然是天下重要 好 但是你們今天為了幾個誠實 血流成河 失伏遍野 這幾個誠實 拿人的生命來比 哪一個比較重要 你看兩幣 比生命還要輕喔 可是我們卻拿 比 這個 非常重的這個生命 去換什麼 換一點點的層次 哎呀 你看人怎麼樣 顛倒到這樣的 地步啊 不知輕重啊 不知道輕重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 把我們的生命 請問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放在什麼位置 我們是拿我們生命追求 有形的 金錢嗎 那我們可能是不知輕重喔 還有 各位朋友 難道我們不把精力放在金錢上面 我們就會沒錢嗎 各位朋友 一個 懂價值的人 難道他賺不到價格嗎 人生有沒有可能兩全其美 人生可以兩全其美的啊 人生要兩全其美 一定要學習經典 各位朋友 要學習經典喔 在大學裡面告訴我們 忍者以財發生 不忍者以生 發財 其實呢 這句話我們懂了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怎麼兩全其美 你看我們現在大多數的 社會現象在做什麼 第二句啊 不忍者以 身 發財 請問以身發財哪一個是工具 身體是工具喔 財富是什麼 財富是目的喔 請問 各位朋友 哪一個應該才是工具 哪一個是工具才對 財富應該是工具才對呀 為什麼 因為我們賺錢的目的在哪裡 得到幸福美滿的人生啊 絕對不是得到一大堆金錢 然後我們一點都不幸福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有人賺錢的初衷 都是為了得到幸福的人生 結果乘幾何時 身體變成了 金錢的工具 變成金錢的奴隸啊 就我們怎麼會搞成這麼顛倒呢 所以呢 怎麼挽回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頹勢呢 第一句話 忍者怎麼樣 以財發生 把什麼當工具 把金錢來當工具才對嘛 你看兩全其美喔 兩全其美喔 賺到錢 然後呢 身體的健康呢 又顧到了 怎麼做到呢 怎麼做到呢 有沒有可能做到呢 我跟大家保證 絕對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這個呢 到底怎麼做呢 我們呢 下一節課呢 再跟大家分享 徹底的賺錢方法 怎麼賺錢最徹底 這兩段呢 這幾段呢 我們先分享 怎麼管理 怎麼是最徹底的管理 下一段呢 我們再跟大家講 怎麼樣 才是最徹底的賺錢 然後呢 賺了呢 又讓自己怎麼樣 身體呢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幸福 好 那麼今天呢 這節課呢 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大家下午好 上一节课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 企业的伦理 应该是从家庭伦理的一种延伸 也就是说 家庭的伦理 不能跟企业伦理去做切割 我们很清楚地跟大家谈到 整个家庭教育的过程 其实对企业是有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因此 我们看到我们所培养的学生 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一个阶段 应该是为整个他一生 一生的这种长久的幸福 去做打算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教育里面 这方面的教诲就特别的多 记得在论语 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么一段话 尤子就讲 请问孝涕是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家里面 而好犯上者嫌疑 犯上是到哪里呢 到企业里面 修身齐家 然后治国 要犯上 是到企业里面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 再把这个源拓展到哪里 拓展到社会 拓展到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人的学问 通通都抓根本 首先切入点 要解决企业的问题 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从哪里开始解决呢 从家庭 所以尤子就讲 君子物本 叫我们回到原心里面去 本利而道生 这个根本抓住了之后 问题其实会变得 非常的单纯 变得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中国人的管理呢 他都是抓根本 把根本抓到了 自然而然呢 这个管理 非常的简单 用力很少呢 可是得到的功效 却很卓著著 所以孝提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把孔老夫子 一生 中心思想呢 的根本 给找到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在讨论 整个管理的 原理原则的时候呢 也提到 忍者以财发生 不忍者以身发财 我们要把 人生追求的目标呢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否则呢 我们会变成了 金钱的奴隶哦 那么 从 论域里面呢 我们又再度的去思考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导致以正 其自以行 明免而无耻 这个呢 叫正壮解 导致以德 其自以理 由此且格呢 这个就是根本解 要从哪里来解呢 从德 从理 来做整个企业 跟社会 经营的根本 从这里来 来寻求答案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 政跟行 行政 政跟行的管理 跟德汉理的管理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呢 要理解这一个层次呢 必须要对中国文化 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 中国人讲的理呢 讲那个理啊 非常的有内涵 理 绝对不是只有鞠躬 点头 或者是呢 这个 现在大家 遇到了 90度鞠躬 那叫很有理 其实呢 这样来理解理呢 有一点 就是太狭隘了 中国人讲的这个理呢 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字当中 找不到一个概念呢 是可以怎么样 完全去翻译出来的 字对字的翻译呢 可能都会有所偏颇 中国人的理呢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种 文化的一个内涵 父子有亲呢 是不是理 是理 就五轮关系呢 通通是理 父子有亲是理 君臣有义是理 君人臣忠是理 长幼有序是理 夫父有别是理 就是夫义父德是理 这通通都是理的范围 那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 父子子孝 这个是理 很舒服 对不对 很舒服 如果把父子子孝 变成法律呢 有一天 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 这个做父亲的要很慈爱 不可以体罚 不然呢 要判有期徒刑几年 这样 然后呢 小孩要对父母孝顺 每一个月一定要给父母多少钱 不然要判有期徒刑几年 请问 把理变成法的时候呢 大家是觉得很舒服 还是觉得很紧张 我是觉得很紧张 在中国文化的管理里面呢 理是一个最 最后的一个门槛 理是最后的一个界线 是不能突破这个界线 如果突破了这个界线呢 就很难管 很难管 在理记学记里面讲呢 禁于未发之谓欲 禁于未发呢 是用什么来禁呢 用理 用理来禁 用理来做 人与人之间 相处的最优美的一个距离 因此呢 我们就了解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 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呢 大多数的人 可能现在对 德的管理呢 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也是齐桓公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齐桓公呢 他整个的 这个霸业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现在人 在经营企业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齐桓公呢 是春秋五霸当中 第一个称霸的 第一个呢 登上霸主的位置 而且他在称霸的时间怎么样 非常的久 非常的久 很年轻就称霸 然后一直到他 他死之前 都维持着一个 齐果霸主的地位 以现在的企业来讲呢 当然 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企业 经营效益非常好的企业 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呢 原因出在哪里呢 其实原因呢 我们从齐桓公的身上找到了很多经营者 非常好的特质 很好的一些特质 譬如什么呢 我们看到当初 这个 齐桓公呢 在回国去争这个王位的时候 两军 在争这个王位 后来呢 被齐桓公呢 率先的 这个争取到 那么 我们知道管仲呢 曾经在过程当中怎么样 设了桓公一件 差点把它给设施 那么 在 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呢 我们看到 齐桓公 有没有 念旧恶啊 不念旧恶 不念旧恶 马上怎么样呢 兵释前嫌 我们来思考一下 恩预报 愿欲望 容不容易做得到 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经营 里面呢 确实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态度 他呢 至少呢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德行 再来呢 他对于管仲的这种 用人 世人的这种能力呢 也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的 他的世人的能力呢 确实也是非常高明的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齐桓公呢 有这么多的优点 像是这个 不念旧恶 还有呢 他呢 有世人的 这个能力 但是呢 他也有很多的缺点 对不对 他有什么缺点呢 他在这个 严请 管仲来当他的 宰相的时候呢 他就跟 这个 管仲问到 这样的问题 他说呢 我很想 称霸 诸侯 我很想 称霸 诸侯 我很想让我这个企业呢 很有效益 可是我有很多的缺点 这些缺点呢 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 我称霸 他就问 这个管仲 管仲就说呢 那你讲一讲看 你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缺点 那么这个 齐桓公呢 非常的 有自知之明 他讲呢 寡人有急 我有很多的缺点 寡人呢 好甜 我喜欢呢 这个歌舞 很喜欢打猎 很喜欢这些 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 休闲活动 管仲说呢 这个不影响你称霸 只要有我管仲在呢 这一点呢 你不要担心 再来呢 他说寡人 还有缺点 寡人有急 寡人好酒 我还喜欢喝酒 但是呢 请问仲父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称霸 管仲跟他讲呢 这个也不影响 最后呢 齐桓公讲呢 寡人有急 这个缺点可能比较严重 寡人好色 非常喜欢女色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称霸呢 最后管仲跟他讲呢 这些通通不影响你称霸 为什么呢 只要有我管仲在 这个通通不影响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春秋时候的这些历史呢 我们证实了 管仲讲了对还是错 对 确实呢 有没有影响他称霸呢 没有 他最后呢 还怎么样 称霸了 称霸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可是 很不幸的是呢 最后齐桓公的下场好不好 其实不好啊 齐桓公呢 最后是因为我们 上一节课讲到 后来管仲死掉了 管仲给他的这个 最后的遗言的交代 齐桓公有没有听进去 没有 最后这三个人 依然受到重用 所以最后呢 齐桓公是怎么样的下场呢 生病的时候呢 这三个小人呢 把所有的 外界的这个资源 全部切断 然后呢 在桓公的这个 宫殿外面呢 气息很高的高墙 让他在里面呢 活活的饿死 然后这个尸体呢 六十几天呢 没有人收尸 整个区呢 已经爬到了门口了 不得善终呢 也是他最后的什么 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看到这个故事之后 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 管理上的启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中国式的管理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 叫做因果管理 什么是结果呢 称大是不是结果 是啊 不得善终呢 也是结果嘛 通通都是果 什么是原因呢 齐桓公的这些人格特质呢 这是因 而因果管理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简称 中国人讲因果因果呢 其实讲的是叫因缘果 中间还有一个缘 这个是什么 这叫条件 那么什么是条件呢 管仲是不是条件 是 还有那三个小人是不是条件 也是条件啊 对于齐桓公称霸的这件事来讲 都是条件的 结果呢 齐桓公的这一个好的人格特质 遇到了管仲 他就称霸了 不好的人格特质呢 遇到了这三个小人之后呢 他就不得善终 从这个故事里面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我们要学习到管理学的精华在哪里 到底在管理什么 管理自己 那管理自己的什么 管理因啊 最聪明的人是管理这个地方啊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 大多数人在管理什么 管理结果 我们试着来思考一下 来回想一下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多半是在结果上来打转呢 还是在原因去思考 就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结果上去抱怨呢 还是有果推因 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般的人呢 看到了结果 再来懊悔 其实一般都来不及的 这个告诉我们呢 最聪明的人管理什么 管理原因 次一等的呢 管理什么 管理缘 管理条件 可是我们要知道啊 管理缘 缘是掌握在谁的手上 不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看我们一个孩子 教育完成之后 他要走出这个社会 当他走到这个社会之后呢 请问我们能不能保证 他永远遇不到恶的条件 永远遇不到负面的条件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啊 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当我们没有思考到原因的管理 我们只想要管理条件的话呢 可能我们把我们的人生 交给了不可知的命运 你看遇到了管仲就称霸 遇到了三个小人就怎么样 就不得善终耶 你看这两个的差距有多大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现在有多少人在管理原因 有多少人在管理原因 有多少企业界的人 犯了刚刚齐桓公讲的 那三个缺点 好田 好酒 好色 而我们看到齐桓公怎么样 他有自知之明 他还知道自己有这些缺点 而且他还肯怎么样 讲出来 面对啊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自己有这些缺点 然后可以勇敢去面对 勇敢去管理这个因的 有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齐桓公 他有这么好的人格的特质 最后都不免怎么样 不得善终 那么何况是我们现在的 这样经营人生的态度跟方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今天给孩子的一个观念 交给孩子的一个人生的态度 都是在管理他的什么 因 都在管理因 这个我们不能够忽略 那么孔老夫子在论语为政篇里面有讲到 为政以德 讲为政以德 告诉我们因果管理 这个因要管理什么呢 要往德的方向引导 导向这个德 但是我们现在想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众人之事就叫政嘛 所以管理企业是不是为政 是啊 治理一个家庭都叫做为政 那么为政以德 好 请问现在的人认为为政以什么 为政以财 要有钱嘛 所以呢 现在的人 在讲预算的时候都问说 花多少钱 第一个都是预算啦 没有预算啦 你怎么做事呢 还有人认为为政以什么 以事有没有 要地位啊 没有地位你怎么做事 现在呢 这个以前大陆有个顺口流交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你就有关系 还有人觉得为政以色有没有 点点点 就是没有人想到为政以德 但是我们要了解 为政以财 它的缺点是什么 以利交者 利尽而交疏 用利益来做交朋友的条件 有没有 这个利益要是没了 交情就不见了啦 以事交者呢 事轻而交绝啊 地位会不会永远保存 不可能啊 没有了地位之后会怎么样 以前呢 是门庭弱势 没有了地位之后就怎么样 门可罗雀了 在官场现行记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个老爷 这个因为做官做太久了 很过瘾 那么等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呢 剩下的两个仆人在他身边 就门可罗雀 那么在这个老爷弥留之际呢 这两个服侍他的人呢 就开始要让老爷高兴一点 走得快乐一点 所以呢 一个呢 就在门口就讲了 报告老爷 某某大人驾到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讲了 老爷身体千安 挡架 老爷在床上就很快乐 有没有 你看 事轻而交绝啊 就是我们呢 看到人情能软呢 事态炎凉 为什么 怪谁呢 我们要反求诸己啊 以色交者呢 花落而爱人 你看大家都耳熟能详 因此呢 什么样的方式 才是我们经营人生 正确的态度呢 为正以得啊 而大学里面告诉我们 只有为正以得 才能够保证人生 得到两全其美 什么叫两全其美 既赚到钱呢 然后又保住 我们人生的幸福 所以呢 大学里面有一段 非常精辟的教诲 他讲呢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他讲呢 事故君子先圣乎德 一个人呢 他在经营 他的人生的时候呢 必须要最先考虑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因果管理的这个因 要把它扎好 把这个东西扎好之后呢 后面这一连串的东西就跟着来了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只讲到有德持有人呢 讲到这个德呢 大家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捉摸不到 因为现在呢 大家比较习惯用数字来衡量 就是没有数字的量不到的东西呢 都觉得好像不太存在 这个蹭不出来 所以到底什么是德 到底什么叫做为正以德 这个呢 要让大家呢 非常的清楚 经营企业 经营人际关系呢 我们不能够没有这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没有呢 我们可能对于 人生的经营呢 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结果 什么叫做有德呢 现在其实呢 我在 我听很多的这个 企业管理呢 慢慢的大家也发现到这个问题 发现到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其实员工 现在呢 大家对于员工的这个诚信呢 非常的关注 很多的企业家呢 他在讲呢 现在缺的不是人才 而是什么 人品 而是人品 很多企业家呢 他们非常愿意呢 非常愿意呢 把他的这一个事业呢 跟很多的年轻人 一起来共享 可是他找不到 非常值得信赖的年轻人 这是事实 很多的企业呢 在他的核心价值里面 慢慢的已经开始在强调 这一些人格的特质 跟人际关系的一些特质 只不过呢 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他还是没有抓到根本 还是没有抓到根本 为什么叫没有抓到根本呢 譬如我们来 我举一个例子 在 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是一个中学生写的文章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很有趣 什么题目呢 他叫诚信的妙用 诚信的妙用 这个文章写得很有趣 你看光看这个题目呢 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敏感度 他讲诚信的妙用 他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守信呢 因为守信有1234567890 这么多好处 所以我们应该要守信 各位老师 就是我们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文章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个教育的敏感度 其实诚信 是不是因为有妙用才需要诚信 不是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呢 是否应该要引导我们的学生 诚信是你的什么 是你做的 你应该做的 就是你成为一个人 你看我们看那个信怎么写 人言有没有 你看这个中国文字 已经把这些心境都透露给我们了 就一个人 我们要称为人 我们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什么 信嘛 那么如果不信呢 那么一定不是人话 那他讲的不是人话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把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呢 被诱导到什么样的角度 因为有利益 所以呢 你应该 守信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在前面的课程 我们 请教大家 当 守信的利益 小于 不守信的利益的时候 请问还是守不守信 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企业 应该去思考的关键的问题 而往往企业的破灭 也都出现在这个关键点上 这个绝对不是违言耸听的 因为这样的 事情在报纸里面 不声美举 每一天几乎都在发声 它不是罕见的 其实很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讲今天为政以德 到底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表现出来的 我们叫为政以德 简单的 以中国文化来说明的话 就是三个字 一个人 他要做到军亲师 他可以说他为政以德 就是一个人 不管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都能够在这角色当中 把这军亲师三种人格特质 表现出来 这个他已经在落实为政以德 什么叫做之军呢 这个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想象 那个皇帝就叫军 不是的 所有的领导都叫军 甚至于一个家长 是不是军呢 是 家庭里面我们自己有孩子 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呢 就是军的角色 做之军啊 这三个人格特质呢 做之军是一个领导 做之亲呢 是当父母 当亲人 做之师呢 是当老师 这三种人格特质呢 是一种 不是三种 可是呢 分成三种来讲呢 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比较能够体会 一个当领导的人 他不能只做好一个领导啊 一个当领导的人说 我只好 我只做好一个领导 其实他是不称职的啊 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什么 责任而已 一个领导还要扮演 父母的角色啊 还要扮演老师的角色 要把这三种 人格特质全部都做到圆满 他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 因为我们讲领导领导 不是一领就导哦 一领就导 那个不叫领导 还有一种领导叫做领 那个领 没有啦 鸭蛋的那个领 那个领导 什么都没有领 另外还有一种领导呢 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叫做心领的导师 领导 对 最成功的领导呢 就是做到心灵的 心灵的引导 这是最成功的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心灵的引导 第一个 他必须要先落实领导人的特质 军的特质 请问军的特质是什么 做之军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以身作责 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呢 有一个企业家 他呢 专门是做这种空降总经理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企业有问题 他就去空降总经理 所以呢 这种空降总经理很难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班底啊 他是一个人过去的 没有班底很难做的 他做得非常好 叫土光敏夫 这个人呢 救了很多的企业 把很多很危险的企业呢 从这个自知死地 然后把他救回来 他很成功 记者问他说呢 他说啊 你到底这几年啊 做这个空降总经理 你是怎么领导的 他就讲了 他说 以身作责 最具有说服力 以身作责最具有说服力啊 我们不能跟员工讲说 你不能迟到 然后我们每天迟到 这样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呢 在论语里面呢 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言语出现 孔老夫子常常告诉我们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我们在做教育的人 为什么我们的嘴巴 说出来的命令那么多 可是被落实的居然那么少 原因在哪里呢 这个一点可能 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在中国的文字里面 教育是没有口字的 是没有口字旁的 表示教育是什么 是生教 所以这个做字军呢 比较偏重在生教 你看这个教育的教 是没有口字的 它不是用嘴巴教 是什么 是用示范的 真的 我们看到中国文字呢 会感受到中国人造字的智慧 并且可以从文字当中呢 让我们得到人生的指导 这个很重要 它讲的是一种生教 做之君 孔老夫子还说呢 公至厚 而博择于人 则远怨 那就没有怨了 怨气就没有了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榜样 这叫做之君 要以身作者 那么曾经呢 在也是在论语里面 讲到呢 因为我们看到 确实 古人讲的话都不能打折扣 半步论语至天下 确实呢 论语当中有非常多的人生 怎么经营的 这些话语呢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天呢 孔老夫子的一个学生 叫樊齿 他问孔老夫子 请教他呢 这个三个问题 他说 何谓崇德 修特 辩货 孔老夫子呢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马上赞叹樊齿 告诉他说呢 善哉问 你问得太好了 就是呢 这三点呢 如果人可以做到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一生呢 会化解掉很多的阻力 那什么是崇德呢 崇德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怎么提高我们人生的德行 怎么提高我们生活的德行 孔老夫子讲的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就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 他讲的先事后德 四个字而已 他说先事后德 非从德语 那什么叫先事后德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果管理 就是因果管理啦 什么叫先事 你去做嘛 你得到一个好的 好的观念 就马上去落实 什么叫后德 一直就告诉我们 做了要不要去问 有什么回馈 不要 不需要 得一善而全全福音 而福失之以 不需要去问说 我做这个善事之后呢 我还会有什么回馈 因为呢 后德 必然有回馈 必然有 但是我们来想一下 用现在的白话来讲 先事后德呢 就是老实真干 老实真干嘛 不是吗 就老实去做就好了 可是现在人最喜欢问什么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干 凭什么 我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我在企业界里面 也参加过很多新人的面试 很多新人的面试 我们在面试新人的时候 说真的 在这么多 跟这么多新人面试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有一种感触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我看到所有来面试的人 最后呢 我们问他说 那你对本公司 对B公司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问说 你一个月可以给我多少 再来呢 公司有没有假期 有没有什么红利 会不会分红 有没有旅游 公司有没有旅游 有没有出国受训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美国公司 我还没有遇到一个 还没有遇到一个 是问我说呢 对不起啊 请问一下 我可以为公司做点什么 就是这么多应聘的人当中呢 所有人都在问 公司可以给我什么 没有人在问 我可以为公司做点什么 先事后得啊 没有啦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呢 我们非常的怎么样 担心啊 确实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应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了解到 整个社会的风气 慢慢在转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看 这个不是讲的是英国管理吗 你看 有那个因 要不要去担心果 不需要嘛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啊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你看他是讲必有 人家是非常的斩钉截铁 不是祸有余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对经典的信心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真正去落实啊 我们不去落实经典 我们哪里可能产生信心 先事后得 很简单的一句话 把现在的人求职的观念怎么样 讲出来 把现在人工作的态度 讲出来 你根本不要去谈报酬的 你只要好好的干 你的前途怎么样 无限的光明啊 但是现在人真的没有这个信心 为什么 因为都是用一个 就是这个得失心 在衡量他的失业 这是非常 我们看到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从得 再来呢 什么叫修特呢 修特呢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改过 因为这个特呢 是邪恶的意思 就是把邪恶的改过来 那就是改过嘛 改过千善嘛 孔老夫子呢 也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呢 就把改过的方法跟我们讲 他告诉我们呢 公其恶 无公人之恶 什么叫做公其恶呢 无公人之恶呢 这个其啊 指的是谁 指的是自己啦 翻成现在的白话是 只见自己过 不见别人过 各位朋友 不见别人过 那不就变得很愚蠢吗 连别人犯错你都看不到 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是啦 意思是呢 不要把别人的过错 放在心上 不要把别人的过错 放在心上 好 一个做老板的人 一个当老师的人 看到员工犯错 看到学生犯错 好 我们的心境是什么 公其恶 无公人之恶 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 不是说只对某一个行业有效 对某一个行业无效 好 那我们看到学生犯错 学生犯错 就是我教他的机会 怎么样 出现了嘛 那个教育机会点就出现了 应该生气 还是应该觉得很欣慰 不应该生气的 应该要把握时机怎么样 来辅导学生 一样的道理 看到员工犯错 不是气得半死 不是 不是去批评他 指责他 有没有用 没用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校经里面讲的 尽师尽忠 退师不过 将顺其美 匡救其恶 匡救啊 去救他 就我们有没有去救的心境呢 今天我们把别人的过错 放在心上 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救的心境 没有 就只有指责的心境啊 哪里会就 我怎么去补救他的过失呢 我怎么去挽救他的过失呢 这个心境呢 确实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境 所以我们看到 公其恶 无功人之恶 就是时时想到 怎么救他 你看空老夫子在 《伦律》里面 有一次呢 祭祀履于泰山 有没有 大家呢 去看看那个八一篇 祭祀履于泰山 他不是去泰山旅游的 是去什么 是去祭 风扇泰山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野心 他有野心啊 他想要篡位啊 结果你看 孔老夫子对他的学生 讲 他的学生呢 这个燃友 是祭祀的家臣 对他讲呢 他说 鲁福能救鱼啊 你能不能救救他 孔老夫子有没有去批评 没有啊 他第一个心境就是 你能不能救救他 他如果这样真干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上家 亡生啊 你看 孔老夫子 对这样子的一个恶人 心里面怎么样 一点痕迹都没有 只是想着 怎么样去帮助他 你能不能救他 鲁福能救鱼啊 你要不要救救他 你看 我们跟孔老夫子学习 学习什么 就是学习这些心境 我怎么去帮助他 你看 公其恶 无公人之恶 事实上 别人有没有过错呢 没有啊 你看 一个人呢 学了中国文化之后呢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自己 所有人通通变老师 因为三人行必有我思焉 一个是善人 一个是恶人 一个是自己 就是这三个人 善人恶人 通通是我的老师 是不是呢 因为呢 一个是做正确的示范 一个呢 在告诉我们错误的路 我们不能走 都是老师 都是老师 你看这种心境 真的我们应该细细的去体会 很多人讲呢 这个 这个有什么小 很多人就讲 有什么小人啊 处的这个大众啊 还要带这个尾戒 要防小人 我就讲了 在一本书里面就写到 他三之石可以供玉 这个好像是邵康杰先生讲的 他说呢 你看 玉是被谁供出来的 被石头磨出来的 有没有 有没有听说他三之玉可以供玉 没有嘛 因为玉跟玉之间都是一样的软 你能拿玉来供玉吗 不行 一定拿石头来供玉 对不对 所以邵康杰先生就讲了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启发 君子是被 君子是被磨出来的 被谁磨出来的 被小人磨出来的 所以小人是君子的恩人 就我们今天看问题的角度怎么样 发生了偏差 所以才会产生小人 哪里有小人 那是君子的老师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这绝对不是RQ精神 就是我们今天要德行增长 那确实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磨难才对 这叫修特 再来什么叫辩货呢 辩货告诉我们不能情绪化 孔老夫子说 一朝之愤 望其身 以及其亲 非或于 你看我们今天 一生气 不但自己的身体望气的 还望气的 有亲人的存在 那么孔老夫子告诉我们 他说 这样子的一个愤怒的态度 让我们的人生怎么样 走得很迷惑 让我们的人生非常的迷惑 而这个迷惑怎么样 让我们得不到幸福 跟幸福违背 什么叫做一朝之愤 脾气上来了有没有 脾气上来就想要跟人家怎么样 争个高校 要去争个道理 各位朋友 古人告诉我们 闲人争罪 愚人争罪 贤明的人是争 谁错了 我错 是争罪 愚蠢的人是争什么 争个道理 争道理的人是愚蠢的人 你看 那不就是变货吗 那就是变货 所以现在 经营企业的人 确实这三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做之君 不能够没有的态度 我们看到 大学里面讲的是不正 就是在讲辩货 身有所奋制 则不得其正 奋制是什么 只要一发脾气 哪怕心里面有个念头 岂有此理 那叫奋制 不得其正 就是我们任何的决策 就有所偏颇 你看一个人做企业 只要有一点点的愤怒 有一点点的情绪 他的决策就有偏颇 能不能有情绪 不能有情绪 一个人有情绪 再对都是错的 再来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为什么有恐惧 我们早上看的这个片子 告诉我们 人为什么有恐惧 这个许俊不是跟那两个人讲 他说人要是在正道上面 有什么好怕的 有没有 人为什么有恐惧 就是不走正道才会恐惧 有所好要 则不得其正 有嗜好 有爱好 不得其正 为什么不得其正 上有所好 下必胜烟 一个人喜欢什么 下面逢迎拍马的人就多了 那怎么会有正呢 那怎么会有正确的判断呢 再来 有所悠患 则不得其正 为什么有悠患呢 患得患失 事不正 告诉我们什么 辩货 所以一个经营者 必须要有这些德行的基础 才能够称得上是坐着君 那我们呢 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坐着师 坐着亲 坐着师 然后呢 这个跟彻底的赚钱方法呢 有什么关联性 我们下节课呢 再跟大家报告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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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来自行者 杨栋美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君我们就以一个比较粗略的概括性的讲法 就是以身作者 就是要落实以身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再来什么叫做做之亲呢 做之亲就是做父母 做亲人 那么对一个领导者来讲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君比较接近身教 这个做之亲我们用两个字来代表 就是比较接近静教 就是这个环境的教育也很重要 一个家庭整个的环境 整个的气氛非常非常地重要 决定了孩子在家庭里面的成长 建立这个氛围 这个环境就非常地关键 做之亲呢 关键在这里 而做之师呢 比较偏重在什么呢 在颜教 所以我们看中国文化的教育里面呢 内涵就包含了这三者 有深教 有敬教 有严教 那么我们通常呢 比较忽略的是敬教 其实敬教呢 非常非常地重要 非常的重要 一个领导者呢 在一个团队里面 形成什么样的气氛 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让这个团体呢 能够往上提升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做之亲 因此呢 他告诉我们呢 除了要带领团队之外呢 做之君要带领团队嘛 还要当父母 要当父母啊 你不但要带领他 你还要照顾他的什么 起居 照顾他的生活 你要养他 还要呢 做之师 你还要当他的老师 要指导他 用什么来指导呢 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来指导 指导他呢 怎么样来过生活 怎么样来工作 除了在技术上的指导之外呢 还是还包括着 生活点点滴滴的照顾跟指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君亲知这三点来看呢 一个领导人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呢 就能衡量出 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秤职的领导 是不是一个秤职的家长 是不是一个秤职的老师 因为他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 你看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一个 我们坐之亲 坐得及格吗 在古代呢 有一个故事 在宋朝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将军叫曹兵 那么曹兵呢 他是一个仁慈的将军 将领 有一次呢 他有个下属犯了一个错误 要打屁股 打仗折 那么当判决确定之后呢 曹兵就跟处罚的官员讲 这个人呢 我们延后一年再来打他 延后一年再打他 很多人都很不了解 为什么要一年后才打 那么结果呢 到了一年之后呢 果不其然呢 这个士兵就被处罚了 处罚完之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很纳闷 就来跑来问这个将军 他说呢 这个人明明在去年 就已经判好了 为什么不当场 就把他给打完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一年之后再来打呢 结果曹兵就讲了 他说呢 因为这个士兵啊 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怎么样 新婚不久 那么新婚不久呢 我如果打他的话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个士兵的妈妈呢 这婆婆 就会 可能就会 联想到呢 是不是 娶了这个媳妇来之后呢 这个媳妇 台语叫戴衰 是不是哨把星 然后呢 娶他之后 让我的孩子怎么样 受到毒打 你看哦 一个做领导的人啊 连这么维系的 这个人情事故都想到 所以他讲呢 那个时候不能打他 要是打他的话呢 他的那个太太呢 可能终生都要不幸福 终生都不幸福哦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一个真正的 这个领导 他做之亲的时候 他真的是把 员工当亲人一样看待 真的是把员工当亲人一样看待 为他考虑的怎么样 不是只有 一个片段 而是考虑一生的幸福啊 甚至不是考虑他 一个人的幸福 是考虑他 全家的幸福 那我们就讲到呢 这样一个领导人 你说 我们能不感激他吗 就是呢 我们今天 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们对于员工的聘雇 观念要改变了 以前的聘雇是什么 是聘雇一个人啊 聘雇一个人哦 现在观念要改成什么 你看做之亲呢 聘雇什么 聘雇他全家 聘雇一个家啊 你看现在的员工 为什么离职率那么高 当然啦 这个也是有多重原因啦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劳资双方的什么 关系太过 这个对立啊 对立太严重了 我们了解到呢 其实呢 劳资双方的对立呢 对整个团体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嘛 你看孟老夫子在 2000多年以前 就已经讲过 这样子的话语 他说呢 君之士臣如手足 一个领导人把 他的员工 那个臣我们是叫员工 下属 当成手足一样照顾 对手足我们当然是很照顾 折成士君如复兴 那么被领导的人把领导人看成什么 看成心肝宝贝啊 有时候员工是很可爱的 你爱他一点点的他爱你很多 但是呢 君之士臣如全马 如果呢 我们把员工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狗 当成是马一样 为什么 你是我钱请来的 我是拿钱请你来 替我工作的 所以你坐实了 那是你的事情 如果领导人把员工当成全马 折成士君如国人 就是呢 下属看老板 把他看成什么 看成陌生人啊 国人就是陌生人啊 我们看现在的劳资关系是不是这样 我听说很多的员工 一下班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关掉 老板找不到我 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啊 你怎么可以来打扰我 关掉啊 然后呢 这个六点下班啊 五点五十九分的时候 就在那边等打卡 不能让他多赚一分钟 这样我会吃亏 是不是 有很多状况是这个样子 更甚者呢 君之士臣如土鉴 就像泥土 践踏在地上 这个领导人把这个员工当成是土鉴 就是那个土啊 很不好的那种 像垃圾一样 践踏在地上的时候 折成士君如扣仇 把他当仇人一样看啊 当仇人哦 就是呢 你不要让我有一天怎么样 抓到机会 否则